高雄七山大林废卢渣回田案 历史五年终于判决定验 环保局也终于负起责任到现场勘验 要求业者必须要清除 但没想到公务车的轮胎却被莫名刺破 业者挑战公权力可见有多嚣张 这还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当卢渣放对了地方 它可以再利用变成了循环经济 但是放错地方乱买乱丢的话 它就会污染我们的土地跟河水 警调也发现水泥产了高比例 卢渣的问题很严重 实践就有一件超标 全台湾有300家的玉瓣混凝土厂 它们所使用的砂石 水泥力量来源长期以来都没有建立溯源机制 这也成为台湾非法 事业废弃物去化的最大黑数 也就是说所盖的房子恐怕有安全之余 而这一切必须由我们的政府来严格把关 也谢谢你一起来关注这个问题 我们下次深度调查报告 播出的时间是7月29号晚上11点 我是卢秀芳 我们下次再会 人家说你不去湾头去查这个水的湾云 到底你好像说给我们的产地污染 这样我们不够生日 不可以生日 阿嬷的苦日子可能还要等几年 因为桃源农地污染的面积 一度达到了326公顷 经过三年改善 目前还剩下185公顷 预计110年整治完成 总花费将会达到10亿元 相当于每公顷花费约300万元 从制高点看 这个黄前溪的上游就是中立工业区 溪水在经过了工业区排水口 溪水明显浑浊 这些水进入下游后 就变成农田灌溉用水 这里是浦新溪的上游之调 叫黄前溪 另外你现在看到这个位置 这个是中立工业区的污水排水口 它排出来这个废水 您看到这河面变成两种颜色 而且根据环保署它所监测发现 这里的铜重金属的含量 从0.1标高到0.4的ppm 所以台湾大学特别研发了 这个叫做缩石胶囊 来抓污染源凶 所以当有水流经过它的时候 那这水里面的重金属 一般离子就被它抓住 台大教授张尊国 投入水土污染防治工作多年 带领团队研发离子交换树脂 缩石胶囊 小小一包装着树脂的胶囊 有类似缩石记录的功能 缩石胶囊怎么样成为 抓水污的力气 我们以这一块区域为例 你想要抓水污的热点在哪里的话 就是把这个缩石胶囊 投放到这水里面 还要多点投放喔 7天之后把这缩石胶囊 依序的拿起来 经过仪器的检测 假设这个缩石胶囊 它的重金属含量的毒素特别的高 那就表示它所投放的这一个区块 就是水污的热点